就是形勢逐步進入新冷戰的時代 不少沉積多年的地緣政治熱點 近年都重新受到學者的關注 在不久前,美國空軍特別作戰學校一位研究日本學者Ryan Ashley 以及以前駐入美軍部隊一位國際法事務負責人Alex Rice 就在日經、亞洲那裡贊文 特別提到一個觀點很值得我們留意的 就是輪近中國、俄羅斯、北韓的日本最北的大島北海道 一直都是被美國、日本忽略了它在戰略層面的重要性 但是中國、俄羅斯、北韓等等 又一直都對北海道很重視 在現在這個國際形勢之下 可能會成為東北亞局勢的一個大變數 這兩位有軍事背景的美國日本專家警告 中國近年其實是大量購買北海道的日本土地 單單在2017年購買了2411公頃 希望將它成為中國的北極思路 即是一帶一路的延伸 美國是會擔心中國將北海道的主要港口和交通的交匯點 作為中國去到太平洋北極貿易的踏腳石 也會擔心中國在北海道的實力範圍鞏固之後 會逐步用它做槓桿對美國、對日本施壓 乃至於成為中國的準軍事基地 當然這樣是不是想多了 我們可以自己判斷 但是除了中國之外 其他日本的鄰國 都沒有放棄過對北海道的興趣 比如說在軍事方面 俄羅斯一直都沒有放棄 日本主張是他自己領土的北方四路的主權 亦都來不來就會在北海道附近進行軍事演習 有時還會跟中國一起進行軍演 不久前俄羅斯又拘捕了駐俄的日本領事 說他是間諜 這些全部都是很挑釁的行為 而北韓亦都會來不來射導彈穿越整個日本的領土 很明顯這是對日本造成實質的威脅 所以這兩位學者 Ashley和Marais就認為 美國是應該直接駐軍北海道 避免美日雙方的供應鏈被敵對的勢力 比如中國俄羅斯等等破壞 亦都要從而去抑制 中國俄羅斯等等對北海道或者整個太平洋的夜深 而上述警告的背後 是源自於美國近年的戰術 專注在印太地區 又反而忽略了東北亞那邊的威脅 所以他們認為美國是應該重新調整對外整個策略 譬如說重新協議和俄羅斯簽訂的中程飛彈條約 令到美國在軍事行動上更加有彈性 他們都建議美國是應該放寬對日本的軍事約束 除了自己要駐軍北海道之外 亦都應該等日本擴張軍力 在不會出現軍國主義的前提之下 修改和平憲法 去分擔美國的軍事負擔 如果不是美國國內的民意 亦都不一定會長期支持派太多軍隊在海外 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周圍在其他國家 賣一些 戰略性 戰略價值很高的土地 這樣的擴張策略 就算是美國本土 亦都成為了趨勢 近年美國也有不少的土地 給一些背景神秘的中資收購 譬如2021年底 一間中國企業 浮風集團有美國分公司 要去買北達科他州的300畝農地 他說是用來建一個宿米加工廠 但是這一塊地剛剛距離 美國的一個空軍基地 只有12英里 最後美國通過了法律 糧食和安全法案 禁止外國政府 租借或持有加州農業用地的權益 才勉強把這個計劃拉倒 所以作者是希望日本政府參考美國的做法 妥善保護自己的土地 不要讓中國或中國的企業 大規模地收購 製造國安的風險 否則製造了既成現實 以中國的人海戰術 和美國、日本等等 很容易被滲透的民主制度 又真是防不勝防 其實說到北海道 他本身的地緣政治價值 是有不少學者都研究過 甚至在二戰的後期 探討過 究竟如果北海道 不是今天的模樣 又有什麼可能性 記得我幾年前去北海道旅行的時候 參觀過不少當地對二次大戰中戰的展覽 譬如華泰廳、北方四島展館等等 都令人很難忘 令人想到一個平行時空的問題 如果北海道在二戰的後期 被蘇聯直接佔領 今天又會變成怎樣 這一類的問題並不是純粹吹水那種猜想 而是有一定的說實根據 最初二戰之後的一些 戰後的計劃 並不是由美國單獨佔領整個日本 而是好像另一個戰敗國德國的安排 將日本分為幾個區域 分別由幾個戰勝國進駐 當時規劃是由蘇聯管理東北 和北海道 美國、英國、中華民國進駐到本州、九州、四國等的南部地區 首都東京 以四國共本方式 佔領 換句話說在這個計劃中 中華民國取代了在歐洲佔領區法國的位置 其他就依舊 計劃最後沒有實行到 主要是因為美國總統 小羅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 即戰爭終結前 突然中風病逝 繼任的杜魯門總統 對共產主義是非常有戒心 很擔心蘇聯會借助進駐日本東北 進一步在亞洲助大 再加上蘇聯並沒有按照最初和美國的默契 及早出兵日本 為美軍分散在東北亞的壓力 居然是在美國扔了原子彈之後 才宣佈出兵日本 實在 太硬了 太明顯是想 佔便宜 所以原有的方案 就不了了之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日本分治計劃 南北分治計劃 是真的出現了 日本歷史自然會改寫 或者像東西德那樣 經歷過長期分裂 又或者像朝鮮半島那樣 南北對抗到今日 由於日本很多工業重鎮 例如大阪 名古屋等等 都會納入了 西方佔領區 而蘇聯如果是分島東北部 或者是北海道 當時未被大規模開發 南北日 平行時空的形勢 想像 初期應該都會以南日 西方勢力的南日 為佔優 但是日本的北部 如果是被蘇聯佔領的話 一定會成為 蘇聯在東北亞擴張的跳板 為了開發北日 這個又是平行時空的北日 蘇聯說不定會減少支援共產主義的中國 而中共建國初期的工業化 或者會因為這樣而進度滯後 而蘇聯用來制衡的中國旗幟 又會多了一個北日的選項 如果北韓、北日 成為蘇聯的附庸 分別會負責在共產陣營內部牽制中國 中共建政之後的外交 又可能會更加孤立 去到跟蘇聯的內部鬥爭期間 又可能會更加得不到其他大國的青睞 美國扶植的南日 如果缺少了統一日本的應受性 自然 他又不會有什麼實力單方面跟中國和解 相信 他提供ODA 給中國改革開放的動力 也會減低 又可能會令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 更加難起步 ODA 就是這個政府開發協助的簡稱 日本其實是 實質上 變相的戰爭賠償 中國 那個開放 受惠於這筆錢 很多 不過官方當然就不願意承認 正如官方也不會承認 那個開放 沒有香港不得 一樣 如果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根據計劃進駐日本的四國島 在國共內戰敗退之後 說不定日本的四國島又反而會成為 中華民國 國軍的另一塊根據 不是單單要依靠台灣 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 反而可能會比現實的政治更加大 至於韓戰發生之後 北日參戰的可能性當然是十分之高 而且在南日受制於和平憲法 不可以出兵的前提之下 共產主義的一方 又會有更大的優勢 如果這個平行時空的結局 令到南韓比今天實質的情況弱小 甚至於不存在 西方陣營在東北亞的基地 就得回南日 而在現實的歷史 南北韓分裂之後 其實因為日治時期 朝鮮半島大部分的工廠 都集中在北邊 北韓經濟本來在分裂初年 是遠比南韓發達的 去到七十年代才逆轉 根據同一個邏輯思維 西方管理的南日 有很多工業重鎮 相信發展會不差 相信都依然會成為 亞洲經濟的火車頭 但是 美國如果要依靠 日本的一半 維持整個戰後政經格局 可能就會有心無力 本身 現實世界的 亞洲開發銀行 是要日本牽頭的 現在就受到中國牽頭的 亞投行挑戰 但是如果日本只有一半 是親西方的 很可能整個體系 都不能夠出現 我們再說下去 自然會有無限 的余想 但是 歷史畢竟是沒有余果的 只不過我們參考 歷史發展過程 也必須明白 今天的世界局勢 並不是歷史發展的唯一必然 一旦中國周邊出現了 北日這類政權 變成北韓 任何中國合作 局面就很不相同 同樣的道理 如果中國周邊 又忽然出現了 親中的政權 美國在整個亞太區 整個東北亞的形勢發展 又確實會遇到 想像之外的困難 所以我們回到 剛才我們說的兩位美國學者 對美國日本政府的警告 北海道 一旦成為中俄勢力範圍之外 又或者一旦有大量中國企業買地 大量俄羅斯和北韓軍隊的騷擾 又或者是大量來自這類資本的進駐的話 就算不可以說它是勢力範圍 亦都會變成 中俄朝鮮 和西方陣營之間的緩衝區 在這個時候 整個地緣政治格局 就會有天翻地覆的改變 而我們亦想重複再說一遍 歷史確實沒什麼是必然的 今天的南北韓 可能是源自當時一些無心插漏的決定 如果是今天一些來自中國 俄羅斯、北韓 深謀遠慮 去滲透北海道的決定 不為西方世界發覺的話 亦都確實可能 好像這兩位美國學者所預言 是後患無窮 較 Chase 楊 很高興 中俄羅斯 蒙 滅 下金河 至少